外宾跟白宫的差别在哪儿 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他跟这两位国会领导人见面的话 我觉得习主席要有一些 很清楚的想法 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有 就是因为国会的这些领导人 其实最重要就是美国利益团体 跟商业的代言人 他们一定会透过这种方式 去表达他们对于中国政府 在这一次反共的过程当中 能够释出什么样子善意 跟美国的商界 跟美国这些国会的代表人 因为面对这两个像老虎一样的人 在他面前不断的抬口要东西 他能够适度的 适度的给予 也有适度的拒绝 这分层的拿捏 激不上主人的面子 又不失客人的尊严 我觉得这一点 在这个两个人 跟习主席见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透过媒体来观察 特别但有点 必须要强调这件事情 现在目前美国参议院的Rate 跟那个众议院院的院长的Bernard 其实是对习主席的印象 非常好的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 仍将保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潜能 回旋余地 内在韧性 完全有条件 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 为世界经济提供广阔市场 和坚实支撑 结合正在制定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我们将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 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力 我们加大减正放贩力度 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 将会越来越大 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 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汇集世界 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碎来开放 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中美双方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协定将在更大程度上 放松中美市场水路限制 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大方向 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力 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 中美经济存在很长的互补性 两国经贸合作空间更大 机遇更多 我们支持美国大公司 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 鼓励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来华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 中国对美国投资也将持续增长 座谈会上 中美企业负责人 就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经济合作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市场准入和两国政府的投资审查 跨国并购 中国梦和美国梦 逼叛经济 产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中小企业人资 知识产权保护 中美产业技术合作等 发表了看法 中美两国三十多家大企业负责人出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23号 在西雅图 参观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 习近平抵达时 波音商用飞机公司总裁康纳 率企业负责人和员工代表 热情迎接 康纳向习近平介绍公司情况 并陪陪参观 走进高大宽敞的组装车间 员工们在生产线上有续作业 习近平不时注重观看 饶有兴致地询问航空节能减排措施 了解未来飞机设计方面 习近平指出 波音公司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支持者 参与者 推动者 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波音和中国的合作是中美经贸 互利合作的典范 大河游水 小河满 中美关系发展好了 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合作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希望波音公司进一步提高 与中国的合作水平 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 多做奉献 习近平登上一架机枪交付中国厦门航空公司的波音七八七飞机 同员工们心切交流 时间 时间 但是把这上座 也可以 这 多多 谢谢 谢谢 班律在神秘工作和自力工作的时候 都经常去下航 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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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变员 变员 庞备 这就是有一个长期的航空 所以我们是过去长期飞行 对 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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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音公司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习近平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同波音的合作 跨越了时代 实现了共鸣 中国发展将给美国企业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互利合作 开拼新空间 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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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变员 变员 少名 魂 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23号参观美国微软公司总部 当地时间下午3时15分许 习近平和夫人同意员乘车来到微软公司总部 受到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创始人盖茨夫妇 董事长汤姆森的热情迎接 公司员工代表列队鼓掌欢迎 习近平指出 微软公司1995年正式落伏中国以来 在华业务拓展迅速 也推动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给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 继续欢迎外国企业赴华经营 纳德拉向习近平夫妇介绍了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在微软公司前瞻技术展示中心 工程师向习近平夫妇展示了3D全息眼镜 设计摩托车造型和美国气象数据可视化系统 以及中国公司运用微软技术生产的生态系统硬件产品 习近平仔细观看了展示 希望微软和中国的伙伴深化合作 生产更多汇集人类生活的智能产品 给大家带去方便和快捷 在微软公司大厅 习近平会见了参加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双方代表 习近平强调 当今时代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 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 对一国乃至世界合同与发展 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 中美都是网络大国 双方应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就网络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 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 让网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参观期间 习近平接受了微软赠送的柳林海号传门 1979年 柳林海号来到西亚图 结束了中美几十年不通行的历史 习近平向清华大学和华盛队大学联合创办的 全球创新交流学院赠送水山树苗 当天习近平夫妇还在微软公司总部简短会见盖茨夫妇 微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亚图附近的雷格蒙德市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参观美国塔科马市林肯中学 下午5时10分许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来到林肯中学时 塔科马市市长史蒂克兰德和林肯中学校长埃尔文 早已迎候在校门前 史蒂克兰德市长欢迎习近平 21年后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再次访问塔科马市 学生